那我们教大家几个 简单的方法在家里就可以做了 首先第一个 双手肘放在我们的大腿上 然后双手捧着我们的下巴 然后这时候让牙齿放轻松 让它做扣齿的运动 类似是这样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就可以刺激我们牙蝇的健康 保健我们口腔的健康 那你咀嚼会比较有力 七点 牙蝇也不会萎缩 对 不能久了 其实牙蝇容易萎缩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很温和的刺激我们的牙蝇 然后我们也可以再教别的 第二个运动就是我们要练大腿 那么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双脚之间 我们可以夹一个水瓶 或夹一本书 或是孙子你玩的那个球也可以 夹一个球然后夹起来 那人看电视 拉运动 每天就有很多时间可以帮你做运动 我们除了坐着运动 我们也可以站着起来做 示范给大家看 因为站着有的长辈 他如果比较不稳定的话 站着会不稳定 我们旁边可以扶张椅子 或是在墙壁旁边这样坐 或是前面有沙发可以扶着 比较安全 那我最喜欢教大家队运动 就是做半蹲的运动 然后我们要蹲的时候 我们屁股往后坐 你会发现我的头上半身没有在震动 因为现在震动的所有力量 都在你的脚跟膝盖 对 你的脚有在动 对 我脚在动对不对 已经在酸了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样就是屁股往后坐 然后你会觉得膝盖 他现在在用力 头没动 对 头没动 可是因为所有的震动都在脚 脚就很明显 脚都在动 对 训练你的脚 老人家差不多蹲到这样子 他舒服的位置就好了 那像我们年轻人 我跟你讲就可以稍微这样深蹲 对 就可以深蹲 我跟你讲这个核心很用力 对 你就深蹲 可是你知道只要每天15分钟 你的腰线一定会出来 而且你知道肠道如动 好少去大便 那如果有一些肩頸痠痛的问题 譬如我们很常碰到五十肩 我可以拿个水瓶 如果五十肩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什么运动 譬如右手 痠痛 压不高 扶这个椅子 然后我们身体前进 对不对 像个钟摆 这样喊 这样子就会让你的 感觉更靈活一点 肩膀就会比较放松 你痠痛 问题解决了 那我们肩膀其实要保养 我们可以做 手稍微举高 重点来了 往外打开 扩胸 对 有没有觉得 有抬一身 肩胛骨 那边是伸伸的 肩膀也伸伸 对 他就是在帮你做训练 而且拉筋 我喜欢这个 对 很舒服 那个肩膀 我真的本来很痠 还有我腰本来也好痠 对 结果这样子反而很舒服 对 然后回来休息一下 你会觉得你的肩颈 肩膀比较冷 对 比较放松 这几个简单的运动 就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李冠宜 喜欢消费情报站的朋友 别忘记订阅 按赞加分享 同时开启小铃铛 健康资讯一把照 天天快乐 心情好